哈囉 大家好 我是景潔 今天我們又來孤車喔 這台的話是2012年出廠的 總代理的C180 Coupe 它目前的話是跑11萬2000多公里 一手車 因為它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使用 因為之前是工廠的老闆買給老闆娘開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用租潤的方式 後來逐月到起就輸回 所以使用人都是同一個人 現在就先來看一下車況囉 原來它的引擎蓋可以開到90度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車子的板件 這種雙門的車它的門跟玻璃都很大一片 雖然它是雙門的 但是它的後行箱空間其實也算滿大的 有機車的板件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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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車子我們已經開完喔 目前看起來車子都是原版件 引擎也沒有漏油 接下來就到車上介紹一下它的配備吧 雖然它是總代理的C180 Coupe 爽悶的 但是它那時候是有選配雙前座的電動機翼座椅 它還有選配全傾天窗 AMG套件 就我剛剛說的這幾個選配的東西 它那時候就加了30萬了 當時候的空車加192萬 再加它選配的這些加一加 這台車當時候買的價格是222萬 它當時候買這台車的時候 它還有選配珍珠白 這是原廠的珍珠白 它是有電動調整的方向盤 然後跟定速都跟著方向盤 我們現在就來倒路試駕囉 出發 它算是9年車開起來的感覺跟車子坐起來的舒適度啊 感覺都還不錯 而且雙門的車子開起來真的都感覺比較有質感 那我們現在先來聽一下底盤有沒有異音 車況還不錯 目前聽起來沒有什麼奇怪的聲音 變速箱換檔也都很順 它是1.8的汽油渦輪增壓 變速箱的話是七速手自排 馬力的話是156匹 扭力的話是25.5公斤米 後輪驅動 我們現在就要來試一下它的直線加速力 公示完啊 其實它也是有貼備感的 如果在市區代步的話 上班如果快遲到 應該還是夠用啦 我們現在道路試駕完也沒有問題了 我們已經跟車主談好的價格已經買回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在車上公布收購價格嗎 可以啊 那我們最後這台車子的收購價格是多少 我們收購的價格是52萬 回來的話我們要做局部的討期 因為車內有狗毛 所以邀請專業人士做清洗 包括人士的管銷 所以我們的成本會待在55萬左右 最後的開價會落在68萬吧 如果您對於家中車子 估價行情有想要了解的話 歡迎私訊我們小編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 之後呢 我們下支援公布 我們下支援公布 就有什麼問題 我們下支援公布 影片訂閱按讚 在鍵盤 我們下支援公布